那么在今年的10月17号 我们还将举办 癌症和肿瘤为主调的峰会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我们的非二人音乐平台 关注博士的演讲 那么今天呢 博士将给我们带来 疫情之下如何提高免疫力的 演讲的第二部分 那么有请大家去聆听 好 博士 感谢大家的到来 这么巧的地方 我们今天给来收集了这么多人 还有一个热门 给大家的热情 我都感受到了 我相信大家都安静一听的话 我们都会两分下来 刚才其实白敏事讲了一件事 其实其实点中了一个 我觉得一个要害 就是说 他说这个疫情之后呢 人们开始反思 反思之后呢 做了行为的改变 比如说关闭条财长等等 实际上不管是 我们个人的角度 我们得了一场大病 或者从我们的社会的角度 我们出现了一个疫情 出现了一系列的天灾 都是好事 都不是坏事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 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 所以说在这里面 关键在于我们做什么选择 假设我们真正能够静下来思考 发现我们的问题 来做出改变 那我们的病就没有白得 我们的这些灾难就没有白发生 于是后来我们将好 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反思 我们却用其他的方法 去人为的去干预他 比如去把他的这种现象 遮盖住 就像我们说疼了 我吃个止痛药 我们心脏坏了 我按一根支架 不是说按支架 或者搭桥不好 但是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你没有做任何改变 你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那你就给你白得了 后面更严重的问题 在后面等着你 同样的同样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世界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从去年到今年 又是天灾人祸 又是新冠肺炎 又是这么多的冲突 等等 都是一个跟疾病是一样 是一个大的疾病 是一个社会的疾病 他提醒我们要反思 反思 也就是这个反思 一定是要反思到 我们的骨髓里面去 做出我们人类 整体的改变 如果人类整体不改变 后面 我们今天待会儿 后半节 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的地球和形式 到底是我们的 我们何去何从 我们自己来觉得 好 我们先从疫情开始讲解 我们先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讲了一点点东西 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新冠 和基础病与新冠死亡率 实际的关系 这个很多人都看到过了 这就像中南山院所说的 你如果有任何一种基础病 你患了新冠肺炎之后 你出院后的死亡风险 会增加很多 心血管疾病 比如是百分之十几 你没有任何基础病 是差约十倍以上 然后糖尿病慢口肺炎 都是很高的 这是意大利的研究 刚才那是咱们中国 自己疾控中心的数据 这是意大利的研究 那么这个是存活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是有 就是你如果是高血脂 你是在这里 不是这是64 这是所有 不管这个 你就看这个吧 那么你如果有高胆固醇的话 那么你的死亡率是1.25 增加了25% 你的有二斤糖尿病 增加18%的死亡率 你的慢肺肺增加60%的死亡率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表现方法 你如果是男人士 或者你是老年人的话 你死亡率也都相对提高 所以这跟我们刚才这个 这是另外一种 一种表示方法 所以全世界各地的 都属于类似的数据的 那么这个呢 是来源于这个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 它有这个病毒的结构关系 我们经常说免疫病嘛 在病毒面前要提升免疫力 实际上这个词不太准确 我们大家老说免疫力抵抗力 当你一说这个词 你说免疫力也好 抵抗力也好 你在你的脑子里的观念 是一个对抗的观念 你在对抗这个病毒 你想杀死他 你想把它清除掉 这叫免疫力抵抗力 但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被清除的 而且清除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给大家通过数据 告诉大家为什么清除 尤其在这个 习惯病毒这种情况下 是实际上有时候会 给我身体带来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首先从这个 这两种这两种 这两种结构来讲 左边是细菌 右边是病毒 细菌呢 它的细胞的 它的结构呢 相对于人体细胞的 一千分之一 它长康高 各十分之一 它是一千分之一 是非常小的一个形状 但它还有一个细胞的结构 但是病毒是 将为一百万分之一 所以长康高 各是人细胞的一百分之一 所以更小 又比它小了一千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菌 它里面有DNA 外面细胞膜 再外面病层膜 叫细胞B 最外面叫夹膜 夹面上面有纤毛 纤维后有颜毛 这是组成了一个非常重资产 很容易被识别 被发现 被清除掉的一个东西 所以对于细菌来讲 我们可以说 免疫力也好 抵抗力也好 很正确 因为我们人体 健康的人体里面 是不应该有细菌的 那细菌是被清除掉的 所以有人可能会想 那我们的肠道里 不是有很多细菌吗 有时候 腰肠膜肌也有 肚子里面 这些都不是身体里面 从口腔到肝门 都属于身体的外面 所以在那个里面 有细菌是正常的 但是在你的血肉里 就是不可以有细菌的 有细菌你就会得败血症了 这样 所以它呢 这是细菌的结构 但病毒是不同的结构 所以你看它呢 也有一个遗传物质 外面这一层不是膜 它是一层蛋白 是结构蛋白保护的 外面的极粗蛋白 是专门识别用的 所以它是很轻资产的 它是很容易逃走于我们的免疫 那么为什么在冠状病毒 这是 这是那个 这是我们扫描电镜下面的图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病毒科的一个一个 就长得就像这个似的 就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之所以那么画出来 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我们有边境的数据 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样子 这病毒的长的样子 你看这几个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病毒怎么侵染的 那么首先 这个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它和我们的肺细胞 这方块肺的细胞 表面有受体 是叫ACER 这是另外一个名字 它和我们的这个极突蛋白 先发生一个紧密的连接 这个连接导致它的RNA 被注入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于是这个的RNA 就变成了一个病毒新的形式 而外面这些壳子 有可能就被脱掉 有可能被我们包吞了吃掉 等等等等 于是这时候呢 我们就很难再看到这个细胞了 那么这个RNA 它可以利用我们 我身体里面的一些蛋白质 把它把它翻译出 它所需要的蛋白质 它这里面 就编码了很多不同的蛋白质 包括它这表面的不同不同蛋白 而且呢 它也可以翻译出一种 一种它的酶 这个酶叫做逆转路酶 可以帮助我们复制这些RNA 所以把一个RNA 变成了成百上千个RNA 它又产生了很多的蛋白质 RNA蛋白质 在另一个组装系统 把它组装成新的病毒 新的病毒通过包吞作用的 再传出去 这样的话 一个病毒出来 几成百上千个病毒 这就完成了一个病毒的周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 它都发生在我们的 悄然无息的 都发生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我们是看不到它 那么我们人体 唯一能够把这个病毒 完全清除掉的 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就把这个细胞完全杀死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 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身体就利用 比如说有些 它有一些 特别的一些 抗疫员表达在这个细胞外面 我们免疫系统识别了这个细胞 发现这个细胞表面呢 有了病毒的一些迹象 于是怎么样 它们就过来把这个细胞 整体都杀死了 当我们的肺部大量的细胞被病毒感染 于是的话 最后造成什么大量的细胞 被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杀死了 最后呢 就大量的死亡细胞在我们的肺部 于是呢出现了影证 这个肺炎 新冠肺炎就是因为大量的死细胞造成了 所以这里面 所以这个也实际上 你如果想避免炎症 就不要杀死太多细胞 或者不要有太强的免疫反应 越强 你可能越强 你的免疫力越强 最后怎么样 你的危险更大 就是更容易病危或者病重 那么这就是这个病毒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表达物多说了 那么其中有一点 所以这个病毒在这里面 它有一个机会 它在我们细胞里面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机会呢 它可以怎么重组进入到我们肌的DNA里面去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很多的二人病毒都有这个能力 而最近研究发现 新冠也有这个能力 也就是它如果你这个细胞活下来的话 万一活下来呢 那它就有可能 它是细胞里面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呢 插入了这个病毒的这个区别 实际上我们人体长期以来 长期以来 或者人类 都属于那种跟病毒的那种共生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总有病毒这些序列 包括比如说我们中国比较常见的 一根病毒 也包括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你的菌组里面 大约8%的序列是病毒序列 1.5%是人的序列 所以病毒序列比人多 所以在进化的过程中 我们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一直与病毒属于共生状态 所以我不喜欢用 我觉得在这里最好的词是自育力 我们应该提高自育力 而不是提高你的免疫力 实际上在治疗 这个新冠的时候 新冠肺炎很厉害的时候 他要用抑制免疫力的方法 他用那个激素 为什么要吃激素 激素会抑制你的免疫力 打进去之后 它抑制你的免疫系统 使得你免疫系统没那么强 于是就没有不发生那么多的炎症 于是后面的一些问题 就会减少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被冻的这个医疗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呢 再稍微讲一下 这个呢就是将来 我们的气管将来倒过来的树 就不多讲了 所有的气体交换都在肺泡里面 所以这个肺泡是这样子 然后呢它这里面呢 比如附近来的气呢 里面是高氧气低氧化碳 氧气呢就是顺着这个 扩散出来进到我们的静脉血 静脉血里面的二氧化碳 扩散进来出来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囊里面 最后呢就完成了气体交换 出来就是这个氧气 就是高氧的这种动脉血 静脉血动脉血 就是正常进化性 那么在出现这个大量的炎症 死细胞太多了 炎症太多了 局部组织充血 造成大量的渗出被棉叶 废弃物等的 这些废弃物最终的堆满了我们这些囊腔 使得这个气体交换受到的阻碍 于是的话这个氧分压很难上去 所以它为什么 现在印度那边那么厉害 因为他们很多要捐那个叫那个 致氧基啊 致氧基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就是为了使它这个里面的氧 氧的浓度提高 比如这是20%的氧正常 你这个可以吸100%的氧 于是这个这个 它的氧气更有可能的 要扩散到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 于是怎么样 这个这个呼吸就 也就是你的血液可以达到一定的交换 于是呢 你这个人的病可能就能够活下来 很多的病人就差那一点氧气 实际上在那个 在那个 在印度 就是这样 所以说 为什么大家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那个 酸氧基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过程了 我们说这里面主要是严重的 我们也知道了 主要是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是 我们不是要需要特别强的免疫力 而是我们需要一个平衡 在这里 那么 为什么 那么我们再看看 为什么不同的那种 疾病 不同的基础病 有可能会增加 新冠的这个死亡风险 比如说这个呢 是讲的是高脂 高脂餐 你吃 是很多高脂餐 你看这边是 高脂餐 然后这是 不同的餐 就这是高脂餐 你只要吃高脂餐的话 你看肺部的话 它的那个兽体 新冠兽体的表达都会增加 气管的表达也会增加 食道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个很 这个很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 也就是当你 吃了一餐高脂餐 比如我们还吃饭 买张老婆也好 吃什么东西 油炸的东西也好 这个会增加 你的肺部这个这个兽体 这个兽体越多呢 它跟这个新冠怎么样 它结合力越强 所以这个越有可能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到饮食 什么样的饮食 更容易展现新冠 更容易食你得新冠 这个研究 告诉我们这里的高脂 高脂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低脂纯素 给你讲啊 这是其中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 导致新冠死亡的 就是这个血糖 我们在前面看到了 这有很多这样的研究 我今天不随便举一个 这是韩国的研究 就是武汉啊 还其他地方都做了相似的研究 当你血糖比较低 血糖比较高 你看这是死 这是这是 这是叫存活局面 本来是100%的存活 没死一个下一个台阶 没死一个下来 下一个台阶 这个到了大约三个礼拜之后 你可以看到 当你血糖高的这一组 他在在他这个 韩国这个 这160 106患者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死亡率可以达到90% 这个死亡率非常高 但是非常低的话 他可以保持他的存活力量高 所以我们有基础病 死亡率风险更高 这个讲致糖尿病 死亡危险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 LD2掌务群 就是我们的高血脂 高血脂的患者 也别人是高血脂 就是LD2掌务群 这是一个维吾研究 我忘了就是 好像是武汉做的研究 实际 要不就是欧洲做的研究 然后这个是石器和康复者 四个 这好像是武汉做的研究 然后四个那个死亡患者的 血脂病程 结果发现那个 LD2它是预测 这个LD2它就是这样 也就是最开始进去时候的LD2低 你如果死亡的话 实际更低 这个实际跟我们的预计是相反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 LD2高 高血脂的患者可能死亡率更高 实际上这个病人数更低 这有可能是因为新冠肺 病毒它破坏了我们的肝功能 因为肝脏 它与这个LD2有关系 所以肝功能受到损伤之后 我们的党部就不能合成 所以LD2不断的下降 所以这个呢最后预测了死亡 这是一种可能 也就是这个这个表示的是 这个这个疾病 它是一种造成各种器官的衰竭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讲的是慢足肺 慢足肺 提高重症新冠的比例是3.38倍 吸烟者提高两倍 提高一倍 所以你看到这是 这是一个汇数分析 这个是早期的 然后后来人们发现呢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 是因为你如果是慢足肺 发生患者 你的这个新冠受体 这个ACE2是新冠受体 它表达的更多 所以这个每个点是个人吗 你可以看到它的表达 比这个要更多 这没有慢足肺 就是多于慢足肺 更多的慢足肺 吸烟者它受体表达也比较多 但是呢 很有意思啊 就是就是 这比中国 武汉的一系列报道 这个发现什么 发现的话 就是说吸烟者的患 就是新冠状 你的吸烟率更不高 反而更低 美国里面是1.3% 而它社会上11.6% 而中国是6.5% 我们社会上26.6% 但中国大约男性 一半人吸烟嘛 女性很少 所以这总体呢 26.6%是非常高 所以但是呢 你看新冠这个比较低 这说明有可能 他有人说是不是这个 尼古丁的保护作用 这有可能 其实这个吸烟它对 一个这个 一个是帕金兽兹症啊 它都是可以有 降低它的风险的作用 但并不表达我鼓励大家 去为了 为了汇合吸烟 那你可能会增加你的 癌症风险 但是这告诉我们 是一些机制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一个东西它 这是事实 这是实际的数据 告诉我们的 所以这个跟前面的 这个数据呢 有可能是相反的 所以具体是 到底怎么样 这是至今 最新的发展数据 所以说 都有可能 就关于这个呢 我建议 呃 呃 我 我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到底 应该是吸烟还是不吸烟 不 那就行 那我就 那我就 我就没讲错 哈哈哈 我怕我给你讲错了 哈哈哈 啊 那么这里面呢 那最好的办法怎么办呢 因为就是 我们在 抵抗的 对抗这个炎症啊 就是有基础性的炎症 或者新冠的产生的炎症 其中呢 有一种 自身的叫抗炎化系统 叫二级解毒酶 骨钢 骨钢 骨钢钢 骨钢钢钢 这种 这条系统呢 可以被十字花科的 的食物所激活啊 所以我们 都吃十字花科的 蔬菜 水果 对 对我们肺育的 这种炎症啊 也好 对吸烟也好 或者对那个 呃 我们刚才说的 新冠肺炎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啊 那么 就是那个 十字花科里面 所含有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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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内含物啊 萝卜流速是 嗯 十字花科是什么 你们知道吧 大花 就是什么 大花 白菜 嗯 西菜 什么 西兰花 西兰花 白菜花 西兰花 鱼鱼甘兰 原白菜 原白菜 芥兰 芥兰 萝卜 萝卜 对 哈哈哈 大白菜 哈哈哈 基本都是 其实我最常见的 基本都是这个啊 所以这些东西非常好啊 这些东西帮 对肺部是非常好的 所以鼓励大家都是这些东西啊 就我们 呃 任何东西以肺有关的 啊 都有关 即使你没有新冠啊 我们每天戴口罩啊 就是这口罩实际上 并不一定是 你如果 你如果在自己自己的空间 你可以不戴 而且最好不要戴 因为它会 实际上你这也增加了一种可能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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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的可能性 啊 所以你长期这么佩戴 有可能 也会增加一些风险啊 是不是 好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是你别看的 你越吃这个多不 可能就是你吃很多流不流素吧 然后你 你二期解读位置会成高 这个解读位置是帮助我们 抑制那个 就是 抑制自由基的啊 所以非常好的东西 啊 那么还有一个人 这个也会发现那个 这个丹宁会抑制新冠病毒 丹宁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 柔酸呢 我们喝那个茶 有的茶你们有时候 有人爱喝那个 绿茶 或者爱喝那个 那个生茶 富尔生茶 啊 为什么那个色色的东西 那就是流疼 啊 就那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啊 这个都实际不一定坏处啊 那可能好处 但是对很多人你受不了 那是那个 就就是太太太太厉害 所以有时候那个那个 那个色色的那个样子啊 啊 就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 就那类似的东西啊 它是 它是可以阻止 阻止这新冠病毒 进入 进入细胞 所以我现在就是等于说 我把最近的一年多 啊 国际上发现的一些 与营养相关 新冠相关的一些内容 给大家得说 呃 得回顾一遍啊 大家就是 我们发现了什么 也许这些东西对你有用啊 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啊 这个并不一定是 特别系统化的东西 维生素B呢 阳性的风险啊 这个呢 是预计的 因为维生素B B太低的话 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去去实实 当维生素B缺乏的话 阳性率是21% 啊 那么维生素B充足的话 阳性率只有12% 所以这两个相差很多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应该做什么 帅帅啊 帅帅啊 啊 对不起帅帅 所以这跟我们 其实我们讲了半天之后 都一样 跟我们以前倡导的生活方式 是一模一样啊 没有差别 经济生活有更多新的数据 来支持我们以前的这个想法 那么我们说 除了饮食还有睡眠 运动晒太阳啊 运动不说了 我们再讲睡眠 啊 睡在有症状的里面 症状疾病 随睡眠减少而增加 也就是说 而且增加很多倍 啊 所以睡眠会不光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紧张激素 增加我们的炎症 同时的话 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 从层里的身体的这个 应对这种自然野生的能力 那么 抑制炎症呢 呃 我们就另外一个就是 短练脂肪酸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当我们 呃 肚子里以 益生菌为主的话 他如果吃很多的大量 善与尖威的话 他会发酵 产生短练脂肪酸 而短练脂肪酸 比如丁酸 产生菌产生越多 他这个 这个 是 应该是我们消化系统 呃 对 就是 保护我们消化 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 免遭那种叫那种 叫那种病毒的 病呼吸 让有病毒的感染 所以这个 这个病毒越多 感染率越低 这个是 这个 我应该 你们可能大多数人 都应该看过了 我就不仔细去解释 你们看过吧 这个数据 有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几小说 很少 那我再讲一遍 这是怎么做的 这个研究啊 这个研究就是 他找一些骨髓移植患者 反体病骨髓移植 在骨髓移植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过程 你必须把他自己 自己的免疫系统 完全杀死 杀死这一瞬间 他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有人杀死了 这时候你在移植 另外一个免疫系统 一个血系统 那个骨髓移植进来 正是因为你那时候 已经缺乏了免疫能力 而外来的这个呢 还在你的身体里面 重新增值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也被感染 那么这个感染率 从你接住的时候 到后来 六个月之内的感染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临床指标 所以你尽量的 就不要感染 那么所以这里面 他呢 实际上就360个 在这个 在这个移植的时候呢 收集他的粪便 然后我们化验 化验里面的精分多不多 产丁酸细菌多 是什么意思啊 肚子里都是一生之类 你基本都吃了 是健康的饮食 也吃了很多膳食纤维 所以说呢 你的产生了很多丁酸 这个丁酸 它是抗炎的 帮助我们 结果你可以看到 产丁酸 最多的高丁酸 这一组 比起低丁酸 它的低丁酸的 累积的感染率呢 怎么样 降低了80% 减少80%的感染率 也就是你要吃素 比吃肉的一样 就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的 你对抗 被呼吸系统 被病毒感染的这个风险 都会降低80%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刚讲了一些东西啊 高质饮食啊 风附血糖 小过程等等 这些都是与这个 新冠有关的一些一些东西 另外呢 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些 有趣的一些那个 一些发现吧 一些一些统集数据啊 比如说这是八项汇碎研究啊 八项做汇碎研究发现 新冠平均降低 大约四天左右 多数多人认为是14天或多 但你可以看到 有可能确到14天 到这里 但是绝大多数在这里啊 多半的潜伏剂 并不是那么长 那么这个呢 是很有意思 这是另外一个汇碎研究啊 这是一个也是那个 在维岛上 他讲了 他那个病毒的那个 的进程啊 这里面很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啊 就是那个 我们的新这个病毒啊 他在你身体里面 他就会被不断往外排出 排出排出 因为产生了新的病毒 我们身体把它排出排掉 你看 平均的大概16天 17天啊 上呼吸到下呼吸到 然后粪便血清都会检测出这些病毒 但是 这点特别重要 所有的这些研究里都发现 9天之后已经 都 从他们身体里面去测 已经找不到活的病毒了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特别强 到了9天之后 你就把你身体的所有 有活的病毒的这些细胞都杀死了 或者他们都把它给它干掉了 但是为什么 但是这并不表现很多 但是这种病毒量很高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虽然你都给杀死了 但是正确认为你杀死了太多的细胞了 所以造成了这种炎症 最终的这种炎症 最后你要去处理你身体来抗 对抗病毒的一个后果 这个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死了很多人 主要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告诉我们 也就是完全印证我刚才讲的 也就是说 对于病毒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杀太强的免疫力 太强的免疫力反而是不好 不一定是好的 并不是不好 不一定是好的 好 那么这个病毒全国系数是多少 那么这是多项研究 每一个是项研究 就是这里面 凭发现平均传播系数3.38 3.38就是一个新冠的患者 他为了平均传3.38个人 但是呢 这个20 大家都知道20这个东西 但它并不光与病毒的特性有关系 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比如说各位都在戴口罩 那传播系数怎么样 立刻就下降了 懂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们需要强调是 不管它传播力有多强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进行保护 进行隔离这些非常重要的手段 它能够大幅的降低这个 降低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对这种阻断它的传播 所以咱们国家就是这个例子啊 我们能够非常强的把这个什么 人类的这种股份的因素 把这个人放进去 所以是这个10.20降低 好 那么很多人会关心这个 无症状的传播几率有多大 无症状啊 就是说有些是发病之前的无症状 有的人从头到尾就从来没有发病过 但是他是携带者 对吧 这两这种这种情况如何 这是一个绘色分析 不是一项研究 多项研究 也是今年发表的啊 在这个刀 而不是在渣满上啊 上面也特别有名 这个我给大家选的都是最最最有名的 最最好的杂质 你尽量也就是这样的话 可信度比较强 就是用大量的贵次分析啊 贵次分析就是这些数据都是 不是一项研究发现的 而是多项研究综合在一起的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所有传播的59%是来自于无 这错了 无症状者 所以说实际上无症状者的传播还是蛮厉的 占了更多的比例啊 占了50%以上 那么其中35%啊 是发病以前的传播 另外24%是从不发病人的传风 而且从不发病人也是可以传播的 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看啊 比如说假设我们在属于一个疫区啊 在这个时候你虽然说看它没有任何这种状况 你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你仍然要应该该 该防护的防护做后面 这是很重要的啊 这些科学传家 无症状者是可以传播的 那么 这是隔离住院 这个 所以这是香港非常漂亮的研究啊 他呢就是说 他呢就是在 这对 2020去年1到4月份 1000多例的新冠病例 进行所有的溯源 而溯源之后呢 把他们的传播链都找到了 找到51个传播链 其中4到70多的超级传播链 这1个人可以传播很多的这种 那么结果发现了 19%的病例是传播了80%的感染者 所以这个2080病例在这里也一样 大家都知道28%是病例吧 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 对 20%的人传染了80% 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啊 社交场合的传播比家庭巨型传播要更多 所以说这又强调 在社交环境啊 像这样的环境 我们更应该注意防护 就是这个意思 减少症状实力和确诊 之间的间隔 并不减少发病 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隔离 但是 这里但是很重要 密接的隔离 阻断了传播链的可能性 是不隔离的多少倍 14倍 所以说隔离非常重要 我们把我们政府把所有的密接者 都隔离起来 或者都属于居家隔离 非常非常重要 它可以阻断效果增加14倍 青少年患新冠的几个例是多少 是0.56% 降低44% 所以说孩子的抵抗力也好 或者自愈力也好 他比成人更强 大约是50%左右 所以从中医来讲 这种孩子是纯阳肢体是吧 因为这个新冠是阴境的 极阴的东西 所以他们阳更强 所以它更能够阻断 这也是一致的 那么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是 因为这个极出蛋白 它是 跟这个 它的结合受集是什么 叫AC2 AC2 血管紧张素转化煤2 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破坏血管紧张素的 那么结果发现了 你如果这个多了 你下调这个 于是呢 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这个东西本身呢 这个东西本身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降血压的 这个AC2 所以你因为有新冠的极肤蛋白很多 你把它给堵住了 于是你血压的话 不能可以有效的下降 也就是你的血管 血管的调节 血压的能力 调节它的紧张度的 这个能力呢 下降 使得什么 使得那个 使得内皮细胞不能下降 这个实际是与什么有关系的 这就是因为我们所谓 就是血栓 也好 就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为眼神会有了 心血管疾病 你看死亡率增加10倍 为什么增加了10倍 因为它本身在心血管系统 内皮细胞已经受了损伤了 你增加心血管疾病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就谈到了这个 某些疫苗 它们有那种 它是另一个就是这个 急速蛋白嘛 用急速蛋白的免疫 那么这个本身 这个蛋白是本身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使得人们 对那种疫苗 有一些问题 那么咱们国家都没有这样 这是国外的疫苗 深入素血管疾病 那么这个 因为它这个 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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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呢 它是和那个 ACE2和ACE2呢 相互作用的 那么 那么深入素血管疾病 这种基础呢 它主要记得它 这种功能有没有效果 也就是说你阻断了 还不是这个东西下调了它吗 下调了它 它就不能抑制血管紧张素了 因为它本身是分解紧张素了 它减少了紧张素增加 所以血压的上升 你现在怎么办 你现在的话 我们抑制紧张素 那么于是我们的部分 用药物来替代了它的功能 会不会降低我们死亡率呢 确实会啊 高血压 因为这个啊 调整之后 这也是一个惠罪分析 接着研究 结果发现呢 你如果采取这种 降血压的药 血管紧张素抑制剂 叫ACE2 因为英文叫这个 我不知道 它有一些 有些药名啊 你们去搞药的 自己去回去查一下 那么它会降低 降低死亡 死亡风险 百分之四十几 可以降低重量 百分之三十几 对高血压的患者 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换句话说 这种药啊 对这种 对这种新冠是有作用的 好 那么人们还还关心 那个那个 新冠未来 会不会爆发 会如何爆发 这个呢 是用美国人的数据 来模拟 做的一个 计算机模型的模拟 这个 你可以看到啊 你如果 这它就取决于我人 对这个 新冠会造成多少 多少的免疫 你如果是这个免疫 短期的 你看到就每年都会爆发 嗯 因为短期几个月嘛 免疫就没有了 但是长期免疫 仍然 不能够完全逃脱这个包 所以到最后还是会有的 所以就跟那个 情流感有点类似 所以说那个 有很多专家 包括我们 专家 医生啊等等都说 这个新冠以后是什么 是长期的 我们会要长期 跟它去去去去去去 等于说是需要去考虑的 一个因素 其实你有长期免疫 你仍然有可能 有这种 以后的爆发 但你如果是短期免疫呢 几乎是 非常 好 那么 新冠之后 我们对食品安全 和营养知识 到底它有什么变化 关于 关于这些都有很多人 做研究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 我们工作号后面的观众人 18%左右是男神 基本就是这样 微博以前我做微博之后 也是这个比例 4比1的比例 所以说那个 83%的医学背景 所以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考究了 这里面讲的是呢 80%参与者呢 都改变了饮食 所以说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最开始 当碰到这个大的事情 需要做改变了 就不是个人的改变 这是社会集体意识的改变 真的在发生 真的在发生 因为87%的 都愿意改变 他的饮食习惯 然后愿意听从 改参饮食行体 认为饮食中 有非比性的因素 所以反多很多 我觉得这些 都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新冠它在发生 它在发生 它应该发生的作用 那么疫情后 大家增加了什么食物 就增加最多蔬菜 水果 全部 那是不错的 总的来讲 先好了 现在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那么 基本上 动物性的食物 基本上 就是 像我们所预计的方向 在发展 好 那么 长期来讲 新冠疫情 以未来的肉类消费 有什么关系 那么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 我在以前 我在讲课上也讲过 我们中医上管瘟疫 瘟疫 瘟 瘟是什么 瘟疫 都是来自于种的 没有一个瘟疫 是来自于植物的 至少 几乎没有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 很多人也问我 比如说 黄瓜 现在很多东西都打 彭大素 激素 会不会对孩子的 青春鸡 怎么有什么影响 我说没有影响 为什么没有影响 因为那些东西 跟人跨着物种 没有关系 就是 你在动物上 长的东西 它能在人身上 在黄瓜上 长的东西 在人上长不了 就是这样 这是跨物种的事情 所以说 这所有的瘟疫 一样 都是来追动的 所以说 我们这次 也一样 你看到每一次 都与动物有关系 最开始是海银市场 后来又爆发 在北京这边 也是海银市场 也是 对吧 然后之后 是什么 冷淀秘书 冷淀秘书 什么 鱼肉蛋 都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 它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会导致这个肉 人可能会减少 过量肉食 导致健康 反正 总之 人们看到这个趋势 人们会更多的 使用健康力 减少肉质品消费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 这种影响 导致了很多好的 一些健康的东西 就不能够受到执行 这在西方 所以非常非常明显 非常非常明显 在资本与社会 这个都是靠资本来影响 所以说这个是 我也不能多讲 大家感兴趣 拍夜来 就如果没有 没有看到过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有个新的版本 好 现在先讲点 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真的讲得 这一个而已 这是新冠 但最近有更多的东西 这是 马多 马多地震 马多其实 今天很可惜 我太想去马多了 马多7.4级 过于去不成 然后大县北上 对吧 刚才我们 白女士说的沙群道 还有 还有那个南方的水 水灾 今年是 可能已经开始了 但是更多的 还在叙事待发 说今年的平均水位 比去年 去年是历史 哦 今年比去年又高了10% 所以说今年是 今年是 就是这个 各种灾害会很多的 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 这个背后就刚才 我先往说的 就像我得了一场重病似的 我们现在社会的 我们这个社会重病怎么办 那我们就需要 他就 社会的问题出现 他需要用这些重病 来提醒我们 要做改定 所有的 都是与 改定有关系的 所以我讲到 极端社会 正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大了五点 比创纪录的 2022年高出了10% 到目前为止 价格量 所以这是 今年的一个 很严峻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句讲的 就是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 风灾 雨灾 都是因为气候引擎 受到的影响 而造成 这个气候引擎 我就不用说太多了 所以就是 南北极之间 两极之间的 这个温度差 温度差的变化 这个温度差 加上地球的自转 产生了洋流 但是温度差的变化 使得洋流的转动 遭到了阻碍 也就会达到 使得这个风步调移不顺 最终的导致 汗的地方越汗 烙的地方越烙 热的地方越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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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的地方越冷 这就是所谓的极端气候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报道 在全国 在哪个地方 或世界各个地 就是我们看到 不同的这种 说百年一月也好 甚至几百年一月 对吧 都至少几十年一月的 一个什么情况 都是这种 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 它与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与这个 天津冷化有关系 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这个 南北就是 就是 赤道和两极之间 这个温度差 造成了 温度差变化造成了 所以你看到 这是从 就是一九零一百年以前 一九零一百年以前 我们别看 从这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长了一度了 这是从 负零点四 涨到负零点四 涨到负零点四 这个温度增高 已经经过了一个世纪 地表温度增加一度 所以这是所谓的 全球暖化 而这个全球暖化 对应着 这还是刚才这个 把它缩短了一点 这个轴 时间轴 我们看到 它对应的是二氧化碳的升高 所以二氧化碳 我本来叫温室气体 因为这两个 对应关系是非常好的 于是呢 人们就问了 到底是二氧化碳 升高导致的 气温的升高 还是反过来 那么 当我们拉开到三十五万年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呢 二氧化碳和温度 都是相反均随的 在这里面 蓝颜色二氧化碳 红颜色是温度 所以每一次 我们二氧化碳到达 大约三百个PPM 这是三百 三百PPM以下 或者左右的时候 我们这个温度达到一个高峰 于是开始什么 温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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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个下降 代表着 对应的是 地表的 出现的三个冰川期 我们的地球 曾经在这个三十万年 曾经出现过三个冰川期 那么 最近 最近二氧化碳 已经达到这儿 2007年 383 但是我们的温度 还没有达到一个顶峰 还没有开始下降 这说明什么事 说明一个就是 人为是工业化 人为工业化 导致二氧化碳的升高 是二氧化碳的升高 导致了温度的升高 或者不是温度 导致了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因果关系 比较清楚了 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过 那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 是现在二氧化碳 已经失控了 这个失控的二氧化碳 会对我们人类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们下一段 要跟大家讲的 是因为我们二氧化碳 已经过了 不可逆转点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年 大地层的二氧化碳 都增加两个PPM左右 然后到这个 两个PPM 就是百分之零 算不管 就是两个PPM左右 所以到了2016年9月的时候 那我们大气层的二氧化碳 永远地跨过了400PPM 永远地跨过什么意思 就是在1000年之内 它不会降下来 反正都会在400以上 都在400以上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以前都在300以上 所以这个已经达到400了 到了这个位置 那到了这个位置 意味着什么 400万年以前 我们海平面 我们的二氧化碳 曾经在 曾经在 大概400亿平面 在这个位置 400亿平面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 当时的海平面 现在平均增加了16度 因为我们 大量的二氧化碳 温时气体 全球暖化 在那个400万年以前 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全球暖化 于是导致冰层全都融化了 海平面 平均增加了16度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理论上来讲 现在 同样的二氧化碳 这400万年前 我们很多地方都已经淹掉了 哪些地方被淹掉了 这是我们一个25米的一个等高线 总之你就看吧 基本上这个山际的地方 是最危险的地方 很多沿海的地区 包括华北冰淇淋 包括长江 中下游泳 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如果增加16米的话 你看等高线 都应该已经沦飞泽过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 切切实实的危险 就是生态危险 或者环境危险 或者叫气候危险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很有可能 也就是这样 对 那么这个暖化有什么后果 一个是北 北极的冰氮会减少 因为暖化了 这冰层会融化 那么这是二 这是 这个 2012年是白颜色的 这个 当时的 卫星拍的这个照片 那么一 1979年到2000年的 平均值 这两 平均大概 大概就是差20年吧 平均值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的冰盖 就缩小 它这个缩小 非常明确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缩小到 一旦成功 那么北极已经开始通行 所以已经开始通行 因为俄罗斯的游轮 开始在通过北极来运游 去卖游 去通过北极 因为这样它路线会短 但是呢 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北极已经很不稳定了 所以经常 就有可能会出现无冰状态 不光是北极 南极呢 2018年的北极圈里 可能记录了 32度的高温 这是2018年 实际上 后来是 我有一张幻灯片 我今天没找着 我上次用到了 是2019年 还是2020年 我忘了哪一年 去年还是前年 北极圈里 记录了38度的高温 达到38度的高温 所以说 北极的融化 甚至是不可避免 现在 不光北极融化 南极也在融化 这是南极 你看这是 这是一个冰架 叫R2C冰架 这个冰架很大 这是当时它 从这个南极带里面脱落的时候呢 它那个 开航搬下来 这个裂缝 结果这块冰 这么大一块冰就飘出去了 这块冰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这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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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冰架的一部分 它通过了 它就在飘移 一直在卫星 在记录 这是在上时候 或者是2020年的时候 这个R3C 已经飘到这儿了 这儿到哪儿了 这儿已经到了西风带了 就是到了这儿之后 哇 这顺着洋流 就可以跑出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 而且被脱离了另外一部分 另外这个叫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A28A 另外一部分 像这些洋流 脱离它也在加上什么 所以南极呢 也实际 也在越来越变得不稳定 那么 葛林兰和南极的冰层消失 这也是它看到了这个冰层的这个消失的那个记录 就是葛林兰消失的更快 其实不用看那个 看我们青棱高原就知道了 我们大家有去过青棱高原的 有没有 20年以前去过了几家 有没有看见过 您去过 什么时候去的 680 680 我也是90年去的 我也是90年去的 六80年那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 我们非常多的 恶劣 就是恶劣 到处是冰雪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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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恶劣 实际上那时候是在正确的 本来那个地方应该是有这么多冰雪 现在几乎看不到冰雪 这很麻烦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年 去年我们做一个 也是做一个 这个汽车的一个宣传嘛,我们到了那个,也是到了青森高野,然后有一个当地人一个喇嘛,他做了一个东西,我非常受感动了,他拿一个蜡烛,做成那个冰山,冰山,他就说不要让这个冰山融化,冰川的融化,因为他小时候看到的这个冰山,冰川非常美的,是完整的这个冰山,现在就看着冰山那个那个山尖尖一点,好像一搓盐似的,就那个样子,所以现在这边都已经融化药了,所以这个暖化一下, 暖化不公,那么这样它会造成这个冻土的冻结,咱们青森高原,就是最大的冻土成果,那么因为暖化之后导致这个冻土的冻结,那这冻土它融化之后会怎么样,一个东西叫做甲蚊,甲蚊它是一可燃冰的形成,可燃冰,听说的可燃冰吧,我们南海下面我们开始,可燃冰,成功了,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甲蚊,它外面是,这个笼子是水,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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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水,水,水.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冰的结构,中间是一个甲蚊,这个组有一点黄黄的,那样,叫可燃冰,这个组技它会 nuobz,点着了 Rocky Link,点着了,可以点着了。它在高压和低分的情况下可以被压在我们的这个海底,以及什么呢,以及那个, 就是大陆架,以及高原 现在,因为全球暖化,克兰冰就在暖化 所以他们把这个说出来,讲完,就是我们说的沼气 这是我们国家,2017年,4年以前,南海开发了克兰冰的开采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利用的 但是呢,2017年,加拿大发现,相关于四川的面积大小的洞土在迅速融化 在加拿大已经在,那么大面积的同时在融化 我们的青春高原实际也是在融化 那融化,各种融化怎么样,会释放大量的甲烷出来 甲烷本身是一个温室气体 所以它就会恶性循环,进一步的热,进一步的甲烷的释放 就是产生更多的日期,所以我们的温室气循环 那麦克兰冰的作用的结果,有可能会造成叫喷涌而出 这是美国的西北大学校研究 二百五十万年以前,从海洋中喷涌而出的甲烷 导致90%的海洋生物以及75%的陆基物种的灭绝 也就曾因为这个甲烷的事,导致了物种灭绝 而且大批的物种灭绝 比如说人在这种大量的物种灭绝的情况下 我能够生存下的肯定大不大? 不大 不大 我不是有技术吧 为什么不大? 因为我们太死了,我们的繁殖能力太差了 吸金能不能繁殖下来 因为他们的适应能力强,我们的适应能力最差 那麽,讲了半天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主要的因素是什麽? 我们本来叫climate forces 叫做温室相云因子 所以它叫因子包括两个 一个是长期因子,一个叫短期因子 长期因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氧化碳 它是在一个分子的二氧化碳 在空气中产生之后 会在空气中大概漂浮50 平均50到200年 才被它的,被有一个 比如说一个光合作用的吸收 就是这样,它叫长期因子 它占空气的0.04% 就是400% 换一个表述方式叫做0.04% 然后地表反射光 可以被二氧化碳吸收 但是它不会被氧化和碳吸收 淡吸收 很多人说二氧化碳只占这麽点 它为什麽是那麽重要 当然重要 因为它可以吸收长波 这两个东西不能吸收长波 这些都不能吸收 这些都不能吸收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 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不一定是坏事 可以给地球包 因为你试想如果我们地球上 没有二氧化碳的话 那么实际上会出现一个什麽情况呢 比如在冬天啊 我们黑龙江省 我们在墨河那个地方 比如最北最北的 可以达到零下30度 如果没有二氧化碳 那个地方就零下150度 160度 就那麽低 因为这个保暖就就没有了 所以它有它是有作用的 但是太多的话 会造成温氏效应 那么更重要的 人们发现是短基因子 短基因子 短基因子分氏效应 40%到45% 里面最主要是甲烷 刚才说的就是甲烷 甲烷呢 它是二十年 就是一分子甲烷 产生出来 在我们空气中 会待二十年 所以待着时间比较短 那么它意味着什麽 但是呢 它的温氏效应 确实二氧化碳 二十三到七十二倍 这个东西 你不能够 就要非常了解 你为什么说 它说有一个 二十三到七十二 它取决你是多少年 那么算 你的年数越多 也就倍数越长 或者是这样的 总的来讲 就是你越 所以这个 黑碳是多少 黑碳是 是 几个星期 黑碳是什麽东西啊 什麽是黑碳 微气里面 主要不是黑碳 要是你来庆车 要放黑碳 就麻烦了 黑碳是什麽东西呢 燃烧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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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黑碳 这个东西在空气中 会飘出几个星期 但是在这几个星期之内 它可以作恶啊 它可以怎么 它可以吸收大量的那种 那种热能 就是红外光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呢 加热周围的这个空气 加热 所以这个叫二氧化 所以它也是要 温氏巷的因子 然后还有那个臭氧 还有什麽 氧化二氮 氧化二氮也很厉害 但是达到了300倍 这个东西 也需不可以出海 那不管怎样 这些东西呢 是 是变得更加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短期因子 短期因子 短期因子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停止排放它的话 怎麽样 那么它 产生的环境效益 是最可观的 因为 它很快就会掉下来 二氧化碳 它得停止排放了 它掉不下来 它就需要 50年到200年 所以这就 所以这些就 需要我们更加的关注 那么 胸目叶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 胸目叶和你这个问题 因为胸目也产生大量的 温质酵因子 比如说二氧化碳 更重要是甲烷 氧化二氮 这些东西是胸目 还非碳 这些东西是产生大量的 温质酵因子的原胸 所以你看不同温室系 对暖化的贡献 这边呢 是总的暖化 总暖化在这里 甲烷的暖化 在这里 这是二氧化碳的暖化 所以你把这两个 叠加起来 就是这样 一个斜线 加一个弯线 就变成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胸目叶 红肉啊各种 你看到动物性的食物 的贡献在这里 就是最大的 就主要是很大程度 是甲烷 也包括他们 动物呼吸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 也包括在这里 为什么他们呼吸 产生的二氧化碳 这么重要 你们知道 我们每一年 人类要吃掉多少动物 目的动物 吃掉多少 500亿 500亿 500亿只 500亿只 目的动物 然后那个 你要算海洋 海洋是上千亿只 这样 就是分鱼的话 所以这些动物 所付出的二氧化碳 每年都要养 每年都要付 这一大笔 所以说 这是在FAO FAO 是什么 联合国 下面一个什么 什么组织 叫世界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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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FU Afraculture 这些是什么 Food 对 Food Afraculture 粮农 对对对 Food Afraculture 好 这是2006年 所以它报表了 Live Sop Live Live Sop 它有一个封面 因为它就计算了 不同的产业 对这个文化的贡献 其中呢 训组业是最高的 因为能源 它不能算 它是被分配出去了 训组业最高 它超过了交通 所以我们 你 说你开新能源 汽车也好 你做这些好的事情也好 肯定有帮助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一块 因为它是最大的那一头 这一头 18岁 就是两周 这个大高 那么它把它的气氛 从哪里排出去了 我今天就不仔细地去讲了 但是到了2009年 有一个新的 这是世界观察所 世界观察研究所 就是叫 World Watch Institute 它又发现的是什么 2009年发现胸位上 51% 这不对 它说Fo 那个估算是不对的 因为当时它没有计算 是什么 养殖动物的呼吸 这个呼吸没算计 这个 这个观察也加了14% 然后呢 南美洲的森林 发烧版 90% 多是用于什么 拓展途地 种大豆 或者种私料 或者是养牛的 我们面目没有算计 这个算计 你去 甲丸的台湾又被低估了 所以加在一起呢 训终又占了51% 刚才 白女士说的 百分之四 做了新的研究 是87% 我没有看到这些数据 哪天你发给我一下 有的话我再加上去 这更多了 那个 实际上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被低估的 为什么被低估 比如说 我们因为养殖 大家吃肉 蛋白 吃完半天 产生了很多什么 慢性病 这些慢性病 你为了治疗慢性病 我们需要干医院 我们需要治疗 研发这个药物 所有这些东西 都要算在 训练上头来 你要算低的话 那肯定会很高的 对 这样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是 那个大气层的二氧化蛋 它迅速升高 现在升高速是 2007年是10倍左右 所以说 这个是很佳人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 恶性角落之中 所以说 我们现在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现在 需要唤醒集体意识 全球的积极意识 要改变 要不改变的话 像这种东西 是很难遏制住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50年里面地球的肉类消费量 增加了三倍 好 那么 如果我们停止 吃肉的话 这是在美国他们做的 停止吃牛肉 用豆类来替代牛肉 美国人爱吃牛肉 这个是巴黎协会所给出来的 一个就是 碳的 叫什么 碳 碳的目标 比如这个 应该到这里 比如光用复制一点 美国人从不吃牛肉了 只改成其他肉类 那么 用豆类来替代它所消耗的牛肉 它于是就怎么样 它就可以达标了75%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块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块 那么这个呢 是不同的饮食结构 与它的健康 和那个 这是维根 纯素食 这个应该是杂实的 你可以比较一下 它的肉 蛋奶 都没有 纯素食 什么都没有 而这个呢 什么都有 所以最后造成的 这个是比例 这应该是各种比例 所以说你显然这个 纯素食呢 产生了这个二氧化碳 温食气体是最少的 这个东西呢 待会继续讲 那这个时候 我先讲上 反浪费法 这也是最近 所以说 实际上这个社会 在不断的进步 我们去年12月6号 我们开了全网的那个 12月7号 还是什么 12月6号 我们才开了全网的 第一届 国际营养与生活方式 医学峰会 然后我们专门讲旁来病 我们请来 国内外的专家 讲 如果呢 刚刚五月份 就是 他说 我们国家的专家 医生专家 所以说 唐喵可以逆转 实际上 我们的会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非常好 所以说 只要他们可以逆转 人们就开始去找方法 找到方法 我们实际上 这就是影响到很多的人 他们的饮食 所以这个分会真的很重要 我们会继续 继续开下去了 那今年呢 我们刚开了新秀 新秀馆分会 我相信呢 随着这个唐喵 并着这个专家公司出现 以后 会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法庞变化 这个是在 今年四月份 提升的法庞变化 大家都知道 有这种法庞吧 不知道了 有没有 你们是知道的 那这个是反浪费码 什么意思 反浪费码就是说 就是尽量浪费 食物的浪费 大概占我们 总食物的 就是消耗的30%左右 就我们吃掉了 吃掉了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 都浪费掉了 基本是这样 尤其咱们国家浪费 也是很多的 这虽然这个反浪费码很重要 但是呢 最近的也是有发现 有一个叫做 叫做有效浪症 什么叫有效浪费 我给大家讲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是 林本 林本是在去年 在上个世纪 出一个美国的一个生态 科学家 科学者 他主要他死亡 他二五岁就去世了 那时候他都 因病去世 但是他在研究生期间 他提出了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 这个定律在当时 没有受到重视 但是现在 非常重要 这叫林本法则 这个法则是10%定律 就是说 在一个生态系统里面 从它的生产者 生产者是什么 我们的植物 各种植物 藻类 它是生产 生产这个有机物 它是吸收什么 吸收的阳光 这个黄色的阳光 吸收了这么多 胶耳的阳光 产生了什么 十万交易的 这么多的生产出来的 叫生物链 我们本来的生物链 实际上就是 有多少的有机制 这些有机制 被初级消费者所消耗 然后最后的初级消费者 实际上 他浪费掉90% 他只剩10% 保存在他们个体的这种肉体里面 所以这叫 这过程中我们就丢掉了90% 从初级消费者 到次级消费者 又丢掉了90% 再进一步 再丢掉90% 所以随着这个食物链的上升 那么 这个叫 能量的这个效率 越来越低 而这个过程 每一次的都是10%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零的法 那么这个食物链有什么意义 也就是说 你这是吃肉的 这是吃草的 也就是我们地球上的 这个总量是有限的 我们资源总量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人都吃肉的话 那我们可以 产生多 我们可以养活的人数 个体数 比人都吃 不好意思 人都吃肉的话 比吃草的话 养活的个体数 要少很多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过程的浪费 这个也是一种浪费 所以我们说的 这叫 有效浪费 也就是 或者叫做 实际浪费 是这样 这个呢 不是我说的 以色列人 美国人入学 2018年发表的 很像研究 然后呢 结果发现 这是 这是植物 这是动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从最开始 是我从它生产出来 然后 到了这个 到这边 到了这个 出厂 它会浪费多少 到最后 吃的时候 会浪费多少 它是一步一步浪费下来的 那么 可以看 下面这 到这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面是 上面是蛋 这是 这是鸡 奶 然后是猪 这是牛 那么出产呢 最开始呢 它是给它的 什么是粮食 这个粮食之后 绝大多数90%都浪费 这儿了 这叫浪费 那剩下的这个 出现 是代表它剩下来的 剩下在它的 鸡蛋里面 在禽类里面 在牛肉里面 剩的最少 但是在即使在这里面 它要再分出一步 再进一步 我们叫做传统浪费 这传统浪费 就是我们 在刊租上的浪费 比如在交通 运输或者腐败 这些过程的浪费 这个浪费 这个浪费30% 剩下的呢 就是 最终能剩下多少 所以你如果吃牛的话 是从最开始 从我们给它的 鸡料开始算的话 你浪费掉了96% 你只剩了4% 但是你如果吃 吃鸡蛋 你浪费到40% 是这个意思 我看是不是 对 是这个意思 那这边呢 是你要吃 相对应的这种植物的 实际你保存的话 就更多 所以你看这里 这是传统工业业 动物性食物 损失30% 动植物都损失30% 植物替代 牛肉和蛋 每单位面积的耕地 可以多出20倍的食物来 也就是你如果 现在就不吃蛋 不吃牛肉的话 那么你对这个地球的贡献很大 那么美国同时用植物 替代所有动物性饮食 可以多养活3.5亿人 美国就是3.5亿人 所以可以多养一倍的美国人 如果按现在美国的消耗量的话 如果大家把植物 替代所有动物性的食物 所以这就是跟我刚才 跟我以前一直讲的 是一样的 我们的地球 并不是因为我们人太多 而是我们的资源利用力不高 我们本来应该养活140亿人 但是呢 现在只养了70亿人 就达到危机了 已经很难克服了 因为我们在浪费 因为我们在浪费 这种叫有效浪费 有效浪费 倒是损失 所以 法浪费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了解 它背后更重要的含义 这个能够单位更例 你如果养动物和养植物 它得到是相同的 那么是在这儿 那么 那么食是什么 或者大于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呢 你要吃植物的话 会获得10倍以上的这种营养素 所以你看 绝大多数下面的营养 全是植物 你吃植物 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 那么我们看看动物 能够提供什么更多的营养 维生素B社 党不存 维生素B社 饱和脂肪 吸蜡脂肪 单不饱和 第三就是生物素 那生物素实际上是非常长的 所以这些也不能算 所以这些基本 主要就是上面是四个 上面四个一日纳 那我们知道是不好的 饱和脂肪 我们知道是不好的 党不存呢 也是不好的 唯一呢 就维生素B社 我们要求大家补充 维生素B社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 从这个 从它的土地的利用率 生产效率来讲 就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 跟我们所推荐的饮食 就是一样的 这个是蛋白质食物的 环境成本 就是那个 洛马灵达大型 这个是解错了 叫洛马灵达大型 假设 用kittybin 就是一种痘类 像我们的腰痘 腰痘 就是 红红的 是红红的 kittybin是红的 这样的 假设 它的 它所用掉的资源 是一个 一个单位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土地 一个单位的水 一个单位的 燃料 然后这个是肥料 然后是沙虫剂 然后这是什么 产生的动物的 动物的 那个肺物 那么你如果生产 那你如果生产 那你如果生产 同样克服的蛋白质 比如都是100克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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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都是增加的 这种很厉害 这种 我们也想到 它的这个 农药很多 沙虫剂增加了 增加了 11倍 我没想到 你们爱吃 杏仁也要想 这种 增加了 增加了 11倍 但你如果吃鸡蛋 吃蛋或者吃鸡 你可以看到 都是增加很多 但之后也产生 更多的 生产 就更多 那么多的 分辨 你们知道 中国人平均 每人每年 产生 就是 你如果 就这么说吧 中国 中国也每年 产生多少吨的分辨吗 有没有知道 我给你 你们来挑 选择 选择 3800吨 第一个 第二个 三亿八千吨 第三个是 三十八亿吨 分辨 三十八亿吨 分辨 三十八亿吨 分辨 不是金 三十八亿吨 平均到我们 每十四亿人口上 每个人头上 摊上 2.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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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我们 自然的个体 你们每个人产生多了分辨吗 一年 三百斤左右吧 至少差二十倍吧 差二十倍 所以说 这个地球 我们地球 这些量都跑哪儿 都跑到地球上去了 所以就是地球在忍受的 因为我们要吃肉 要忍受这么多的分辨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 有的是排到水里面 排到我们土壤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都是 讲究这种循环嘛 所以很多的分辨 都跑到那个 田地里面的循环 但实际上 一个是这个循环 这个带来用力 没有那么高 目前为止最好的 就达到50%到70%吧 还有30%到50% 没有循环 那个就造成了污染 木脉本身 这个分辨就是污染 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分辨 多半都是养着整出来的 我们养鸡也好 养猪也好 但是养猪养鸡 这个放了什么 放了抗生素 放了重金属 放了各种金属 放了各种金属等等 这些东西 当你放胶地的时候 怎么样 就进入了我们的田地 所以说 有的地方 他们说 自己说我是有机种植 我是有机种植 但我用的分辨 是从养殖厂买回来的 错了 那你这不是有机的 因为你在污染你的地 边种地 才边污染 所以我们有时候 你说我吃有机的 那也不一定是你在吃有机 你要问清楚 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这点很重要 否则的话 不光光 我们对环境 也是继续在破坏 同时的话 对我们身体 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好 每颗二氧化弹的那个 每颗蛋白质 二氧化弹的牌上 牛反处类 是这么高 这么多 然后这是猪和芹类 在这里 循环养育也更高 循环养育 还有错忘补鱼 错忘补鱼 所以说 现在都是变种 现在你一般吃的都是变种 因为这样呢 它有更高效率 但是更高效率 它会造成了对自然的掠夺 以及对环境的破坏 然后这一刻 这一刻 这是什么 这是 那种循环的养育 但是仍然 这是蛋 这是奶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高于的 高于植物 这是绿颜色的植物 绿颜色 这有一个 稍微高一点什么 你看 水稻 水稻 稍微高一点 其他都非常非常低 底部是没有的 就水稻还会高一点 因为我们在用那个甜蜜 比如说 我不让你们见过 我当那个水稻 有人用那种叫 蟹 鸭子 什么 那种 弄的一起 它循环 没有循环 那个东西 它对生态养结所谓 它对生态只有破坏 所以说 你看到 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这个 不良的这种 饮食习惯 我们的这种生产 食物的这种方式 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影响 对我们的这个环境造成的影响 对我们的这个环境造成的影响 所以实际上 这个这个 这个不是一时半会 是已经很早以前 就开始 人们就开始这种 环保运动了 然后到2010年 这个联合国 IPCC IPCC什么东西 它叫 叫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叫做 国际气候变迁小组 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 所以这个东西 它呼吁 它在英国《卫报》 这是非常有名 现在《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日报》 它在这个《卫报》上呼吁是什么 呼吁 全球 要什么 要什么 要开始什么 要把热油杆 完全要清除掉 这样才有可能 达到我们 环境的这个需求 2015年12月份 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日子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日子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协议 叫巴雷协议 它所通过的日期 这个巴雷协议 发生的是 联合关系 减少温式气体排放的 气候变迁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是什么 也就是一个大一个东西 下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 线五月出来 这个协议是由 190个国家 所签署了 所以说这全球都签署 都认同 我们必须要打 这已经达到共识了 在当年就达到共识 然后呢 就是 16年4月份 签署 生效 经济资助从去年开始 巴雷协议 是全天第一个 综合气候协议 那这协议 它有什么核心是什么东西 这个协议的核心目标 是把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上升 控制在工业化水平以前 加2度以内 并且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 那什么叫工业化 以前 工业化以前 就是18几几年 就是 我们以前已经涨1度了 也就是这意思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 是什么 从现在的这个平均温度 再加1度 不能超过这个 再超过这个 会对全球产生恶劣的影响 那么 我们努力 控制在什么 加半度 所以我们实际 和同楼的空间是非常少的 那么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所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碳达峰 碳中和 什么叫碳达峰 也就是说你的排放和你的吸收达到平衡 一样了 这个是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你不能够 就是 也就是你竞排是 是零 或者或者负的 这样的话才对我们 这个地球的贡献 这意思 碳达峰 碳中和 所以我们现在看着 报纸啊 宣传对这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 其实普通人 不一定会了解 但实际他都在这个 巴黎鞋 或者框架之下的一些 相对 美国 195国家 我们坐在桌上 我们都同意了 同意之后呢 我们分分把这个任务分配 给各个国家 我们中国拿到我们的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 碳达峰 碳中和 叫什么2030年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后地球的前景如何 那么我们科学家呢 他有一个方法 就是预测 那么这个呢 他就做了一种预测 预测他用的是叫 你经常看的RCP RCP 就是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可能出现的极种可能性 我们现在这里面有四种 因为RCP2.6 4.5 6 还有就8.5 8.5 8.5 那么第二个呢 下面一个目标就是 2040年 我们要全球达到这个碳达峰 那就叫RCP4.5 然后呢 这个呢 是2080年 叫RCP6 那么就是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2100年以后 我们才达到碳达峰 也就是大家呢 还是毫无顾忌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去发展 像现在这样去污染 那么这个呢 他给出了不同的这种 就是上面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值 甲烷的值 氧化二氧化碳的值 他就把这些 根据这些 这些假设 提供这些数据 并且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 我们地表的温度 以及各种方面 什么样子 那么 那么这个呢 是刚才说的 四种情况 四种情况 然后呢 一个是46年到65年的 一个呢 是81年到2000年 最后能达到什么样子 我们看到 这个呢 是 这个所谓的温度上升的计算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 你如果是 比如说 4.5万 我们架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 应该是达到 增加1.5度 增加1.8度 那么这个 1.5度 1.8度 应该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那个 就是要工业化水平以前 增加的温度 所以 现在 我们现在必须要 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 这个目标 是增加1.4度 1.8度 我们现在只差半度 刚才已经讲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三个轨迹 这个是 2.6度 这已经过去了 几乎存在了 那么这个是下一个 下一个 就是我们 二氧化碳的浓度 你已经看到 到了2040年 排放大了峰值 但它的浓度还在继续上升 一直达到这儿 但是呢 你看这个呢 这个是所谓的8.5 8.5就是什么都不做 那么现在我们全球发展是什么状态 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 我们现在测出来的是这个 这是那个 这是黑的 黑的是测出来的 这是二氧化碳 这是甲烷 所以我们发现 这是二氧化碳 这是排放 这是上浓度 下面是排放 所以你看 从排放也好 从浓度也好 从这个来讲也好 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使用更阶级发展 我们现在的人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也就是我们现在 真然在 像那个飞驶的列车 我们还没有 开始踩刹车 现在全球都在这个 像盲目的向前走 前面就是悬崖 我们现在正在 在做这件事 那么在不同的 2CB的情况下 2CB的情况下 2CB现在都已经知道 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这是 1975年到2005年 我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 看不清楚 我在这看得更 更清楚一点 哎呀 太小了 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 中国东部的 东部的一个 地形图 所以你看这个样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农业灌盖的地方 所以你看看 河南省啊 山东省 农业大省啊 你看这个灌盖 长江中下都比较大 大幅相关 这种现在的什么温度啊 这个灌盖 为什么有温度有关 因为它是产生湿度啊 它这个湿度越湿 那实际上 你的体感温度越高 啊 因为湿度 所以说有一个叫 什么叫湿球 湿球温度 湿球温度 就是在这个温度下 你把它达到百分之一百的湿度 你的体感温度是多少啊 实际上你是32度的湿球温度相比 五十多度 也就是你这个色的就是湿球温度啊 湿球温度啊 湿球温度啊 你如果按2CP8.5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 到210年 或者2181年到2018年到210年之间 那么中国这一块啊 中国这华北这一块的温度 都在232度以上 也就是那时候已经不宜居了 这些问题我们就 必须要撤出来了 如果按现在这种轨迹完全走的话 到2080年到210年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能做了 就会这样 所以对我们影响很大 对我们影响很大 那么我们再看全球啊 全球这刚才这是 这是2CP4.5 这是8.6 这是4.5 这是我们现在下一个目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了那个80年到100年的时候 到2010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吗 我们平均是在哪里 这个是在29到30度 这是也很厉害的 也很恶劣的 这是在河南这一块 那么银海地区已经达到了30到32度 看到没有 这是在现在 2CP4.5 就是我们就说 怎么说呢 我们最等于全球动力的去降 降温的话 但是你如果按现在这个路径 2CP8.5的话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 所以说这些地方都不行 那个 习主席最近的 最近那个视察的两个地方 反正的讲 像环境 哪两个地方 一个是什么 福建三明 福建三明门在哪儿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国家这个 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方 就是 所以说你看这儿 还是OK的 还是森林覆盖率最高 但是第二个地方 是南洋 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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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位置 南洋 就在这个位置 南洋 就在密集的一个东西 就是两个对比 两次去采访 不是去那个 去走访 每一次 最主要的信息 是什么 环境 每次 每次 所以这个 你说你 你要讲 是不是 白女士兵 签一下 我 我谁都愿意讲 没关系 如果有机会 我当然愿意讲 目前还没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我也愿意去讲 没问题 当然 当然 应该是他也知道 那么 很多人说 那我们现在膳食指南如何 如果 如果我们按这个 现在的膳食指南来吃的话 我们的一个传递会不会 那么这是美国 那个 2015年的膳食指南 顾客委員会第一次考量 这个可持续的仪式 但是2020年 就没有达入它的公共范围 他没有再去考量 那么这是一个 系统终数 它关于2015年到19年期间 关于美国式的这种 饮食模式 可持性结果研究 一共22项服务研究 八种 其中有八项 也就是他找了 这是一个惠祟的分析 这是一个惠祟的分析 他找了八项研究 结果 我们就看结果是什么 山西指南的推荐 不能够改善美食饮食 导致温度的温度 气体的排放 能量和水 也就是现在美国的山西指南的推荐 现在他们没有按着山西指南来吃 但是即使这样 你按着它山西指南来吃的话 仍然不可能改变 而我们国家的山西指南 基本上是靠近美国的山西指南 所以说呢 基本上也不会改变了 和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其中更多的植物 更少的动物对于环境有 才是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必须增加 我们意识中的植物 减少动物 这是一个必须的趋势 那么这个是环境足迹和生态效应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健康的改变 这个也是健康的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不同的饮食习惯 这个三角的都是素食 素食在这里 所以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可以减少50%到100% 非常好的 从健康的改变 也可以达到30%到40% 所以这个素食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结构 它对于我们的饮食 对于我们的那个环境 和对我们个体的健康 都是最好的 土地利用的和其他那几个呢 就不是很明确 但是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吃素食最好的 这是其他的几个 这个红颜色的是什么 是现在的山西指南 在这里 它有可能对健康 有些地方有好处 但是温室气体排放 不会有太大的方法 这食物对环境的影响 这是不同的食物 这是那个上面是板橱类 猪 鸡 鱼 鱼 奶 蛋 油 盐 坚果 下面都是素食 所以你看就知道下面是素食 因为它们的影响最小 这是叫温室气体排放 素食最低的 动物性食物都是比较高的 这是那个土地的利用率 这是能量的利用率 所以它能量利用率也是 吃肉的话 你能量利用率很低 就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这个雷顿法则 每次每下一斤食物链 都放给90%了 就是这样 从这里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这个是比较2010年 2050年食物对环境的影响 这是不同的食物 所以现在2050到这 这是动物性食物 现在在这里 动物性食物 如果现在趋势走 现在这么多 我们要产生这么多动物性的食物 但是要生产这么多的食物 这个对不同系统的影响 挺多说的 好 这个是系统动物数 也是一个多项研究 可持续饮食的环境组织 和健康效应 一共8项研究 因为7个环境结果 6个环境结果 7个健康结果 结果 结果发现87%的数据指出 可持续饮食方式 比起当今的饮食 可以改善健康 4个百分点 但可持续饮食 可以平均降低 25.8%的温氏气体排放 而纯素饮食 是这里面最好的 它可以降低70%的温氏气体排放 而且呢 76%的数据说明 环境和健康 是双赢的 这种饮食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有足够足够的数据 告诉我们 对决策者 告诉我们 要采取这种 对环境和健康 双赢的这种 一种模式 才有可能 得使给我们 给我们 孩子一个很好的未来 这是2019年 哈佛大学 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 就是最好的情况 就是纯素饮食 可以降低这么多 是双赢的 但是呢 哈佛大学这项研究 是说 假设我们就做的 没有那么好啊 做的稍微差一点 会如何啊 这是人民体验的 健康和可需的饮食 这也是在 2019年 发表在六月刀上的 那么 现在他就讲了一下 这些地球威胁 跟刚才白水师 讲的是一样 现在80亿人的挨饿 更多人因为 不健康的饮食早死 同时对生态和气候 造成威胁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当今的饮食趋势 那你如果 而且加上 我们现在的这种 预计 2050年人口 世界人口 将增长到100亿 那会严重 对生态造成威胁 全球非产兴性疾病 会恶化 食物生产 会导致更多的 温室气体排放 淡淋的污染 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我们现在已经说了 其实这个 犀利的 在侵占 是与这个大象北上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就看得见 这个字笔行间 看到我们 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东西 都是真真实实在发生的 很多人 读着这些东西 看不懂 没有那种 实际上 我们现在发生的 各个事情 就是 没有这个世界给我们 给你看清楚 这就是 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 水和土地开发 实际就不稳定 那 像健康和可食性的转变 那 对于可达到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那个巴黎协议 你看到 他们这东西都在讲 最大的杂志里面 讲的东西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说巴黎协议 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 是必须的 首先是必要的 而且要需要科学的指导 因为饱和脂肪 就是肉实力的 以及少量的精致骨 还有加工食品 还有什么 还有糖 他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实际还不那么健康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像 205年健康瑜众过度 需要重大的膳食改变 也就是 你即使这么做 吃一点肉 你容易你自己吃 都是重大的膳食改变 包括减少 瘦肉大于50%的不健康的食物 比如说牛肉粿 比如红萝卜糖 也就是我们的肉类 全民的肉类 全球肉类 到减一半至少 增加100%的健康食物 蔬果豆腐 动物的植物性的食物 那改变需要地区而不同 所以说你可以想到 即使是最保守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仍然需要做到这一点 大量的增加你的植物 减少你的肉粒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说吧 从当今的野食过到健康 是跟可能对人类的健康 带了重大的好处 每年会避免 一千万 一千一百万的人的死亡 然后可持续也是产生 需要考虑全球的安全 养国一百亿人 不可以增加耕壁面积 这给我们的要求很大 我们现在的人口要增加 但是我们不能增加耕壁面积 不可以影响生物的多样性 同时还有减少我们用水 还有责任用水 责任用水 就是说我不能污染一个水源 就是责任用水 比如说 现在有时候 顺便讲一下 有些用瓶装水 瓶装水 瓶装水其实它的污染很大 不光光是瓶子的污染 它的水 那个水的浪费很大 就是那个水源 比如说 就是说 他们以前那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有人在 也是有柯可乐 还是在哪个 在那个 武大湖那边的 这个菜水厂 他们大概是 每生产一生 可能是要 愣飞掉 还有酒生 还是多少种 就是这个对 这个叫 不是责任用水 所以说 当我们用采取 就是用挑哪一种水的时候 我们非常会 我们要负取这个责任 就是这个意思 大规模减少氮氮污染 要减少 你要喂养更多的人 你现在要减少氮氮污染 氮氮是什么 是我们现在农作物的化碑 氮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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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 氮氮氮 氮氮氮 氮氮氮氮氮 氮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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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很多达标的事情 达到2050年 食物生产目标 至少需要75%的产量差 减少产量差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 像咱们中国 平均产量很高 无产 就达到上千金 等一个对一些重要的农作物 但很多地方 没有达到这一点 你这个产量差 要达到这一个 就是增加你的土地效率 就是这个意思 全球重新增补 但是你两个使用 也就是我们现在 太多的这个农药 使用在 比如我们的土地上 我们现在重新补补 实际上就是大幅地减少我们的这个农药使用 彻底改善化肥和水的利用力 迅速地执行农业减排措施 农业减排在这里很重要 从农台变成农溪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农耕 都是增加对空气的污染的 但是我们以后的农耕要变成农溪 也就是它要吸收二氧化碳的才可以 什么样的农耕才能吸收二氧化碳 就是所谓的有机的可能都不行 就是传统自然农耕 那种最自然那种农耕 就是几乎你不用农耀化为什么 你们去看 就现在很多人做着你自然农耕 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这节课 是把很多的我们平时看到的事情都串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吃有机也好 吃那个无农财物化碳污染 实际多在对这些做贡献 我们的任务行动来投票 健康是实用系统的科学目标 与联合国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健康和环境是一样的 在计划生育还有 就是它对其他的地方 还有健康与实教育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就在进行健康与实教育 天天在进行 提高保证 医疗保证 营养和管理目标需要全球的通力合作 即使刚才我说的那个差一点的目标 都需要全球的通力合作 全民健康加上可吃率也是需要极大减少食物的浪费 对讲的反浪费法 对这些改变食物的生产方式 这个食物的生产方式包括减少动物性食物的生产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么改变我们的植物性食物的生产方式 只要各个领域的各层次的人家以及团体共同的努力 力达科学目标 也达到我们的目标 此人类的共同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非常非常那种 但是当然了 我们其实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拳索 拳索好 我们就不需要太这么费力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话 也要减少一半的肉类消费 可以增加一倍的饮食的消费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100%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红肉啊 还有这些 这些我们吃了太多的精米精面啊 肉蛋奶啊 肉蛋奶啊 但太少吃这些好的东西 那我们说的那种高营养 高营养价值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 就是这项研究 他们是还 这个就是发表的 发表文章 他们还没有说主张要断肉 所以他所用的这个排放比例 这一块 这一块是 这一块是迅米的排放 他用的是最小的比例 这18%那个比例来计算出来 你说按51%或者87%的比例来算的话 那几乎就没什么希望 那就按它 他按这个比例排放呢 要大幅地计算出来 而他就说人类还要吃那么多的肉 就这个意思 他去达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即使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需要做出多少的努力 好那么这个是另外一项研究 就是就是 就是Science科学 科学杂志的去年发表的 去年10月份发表的 食物系统排放 与1.5多块两个目标 跟这些关系 所以这些都反弹不再出现 说明这些东西很重要 真正我们现在要 全球要共同的目标 即使立刻停止 所有的石化燃料的排放 当今全球食物系统 也不可能达到1.5多个目标 到了2010年可能会威胁两多个目标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不改变我们的饮食 我们现在不开车 我也不坐飞机 什么都不走 完了我们就走路 我们就是骑自行车 就这样 即使这样的话 我们到2010年 仍然有可能达不到 两多的目标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饮食 要想达到1.5个目标 必须对食物系统 做出巨大的改变 不是改变 非食物系统 也就是两者都要走 我们的新同源汽车还是要开 两个目标可以通过 对食物系统 不是食物系统 做越少的改变 也就稍微好一点的改变 也许你可以一个月吃一块肉 有可能就这个意思 但是食物系统和其他 需要尽快点完全的消除 所以说你这个说话 后面这个几步还很难达到 所以实际上就告诉 也就是食物系统的全方面的改变 全球的改变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达标的方式 那么到底我们现在做的如何 这个是2016年前三个月的平均温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1月份、2月份、3月份 你可以看到怎么样 已经达到了1.5度 这个当然是有波动的 所以说呢 所以这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个1.5度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处境徘徊了 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很远的预期 同时这2018年科学杂志RFC报道 不光刚才说的这个RFC在这里 另外一块冰架也开始破裂了 所以这块也要飘到我们海里进去了 所以说地球现在越来越稳定 这是2019年科学杂志的报道 然后这个是巴黎协议 那么就是说2017年的 大概是加一度左右 当然这种状态 那么的话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结论吧 其他我就不想多说了 2030年以前必须立刻 采取变革性的行动 这个是非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警告 在那个科学杂志 这个是联合NRBCC的一个报道 告诉我们 全球必须采取行动 那么现在到那个时候 还有9年 这9年之间 必须发生变革性的变化 否则的话 我们的这个火车 可能真要冲下这个悬崖 实际上 很多的研究 说这个地球 并确定是完全进化过来的 有可能我们的进化 有可能经过很多轮 很多轮 就是都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就开始 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出现了什么问题 气候变迁的问题 原子弹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转机的问题 看到的各种 就是 机器人的问题 都在威胁我们人类生存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全球意识 达不到可以控制我们的技术的情况下 我们就等于自我分泌 如果自我分泌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再自我分泌一次 所以人类一直 就有一些研究 认为人类一直属于这种循环之中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些 不可以解释的现象 包括金字塔 因为每个研究都弄那么简 计算那么准确 因为当时怎么怎么算出来 他们说人类拿什么东西拖出来 敲荡了 那个都 听起来都不太可能 那都不太可能 实际上肯定那时候是高等 我们做出来的 所以说这联合国 在2019年Nature 你看最近 立即的在发布的一些 人类需要改变影视结构 那么这个是 每年减排数量 纯素式减排是最多的 每个月 对 每月吃一次肉 这我刚才不是瞎说 这你别都夺说的 每一次吃一次肉 你已经少排了这么多了 对吧 那你说也许控制肉奶 怎么怎么 每一次少肉不散 我们如果 哈佛大学那个说的 我觉得 我感觉是在说是这个吧 大概在这次进 所以仍然是已经 还是不完全的一种感变 所以这个感变 实际上我感觉 现在的这种趋势 真的我没有太多其他的选项 但是这是唯一的选项 我们如果真的想活下来 所以每次呢 我看到这儿呢 我就是 我都会很激动 因为 因为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家园 就是我们 我们人类现在 就嵌入一个怪圈 一个误区 就觉得我们自己的家 可以随便造 我不知道你们 哪个人自己在家里随便造 现在的命运 所以这有一个 环球童子 你们说这是 央视也拍了个纪录片的 也就是他们 其实很早已经在开始 在这个空域做勇力了 所以说当时在阿波勒18号 那个 阿波勒8号在登业之后 地球的这个叫环保主义 就开始升行 那时候最早的是 1971年 这是1968年登月 1971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 有一个书就出现了 那个书就叫 一个小行星的饮食 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 有没有看过 看过呢 怎么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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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次 就第一次人类开始觉醒 第一个人的觉醒 然后后来 带动了我们现在 太多太多 越来越多的 这个环保人 这个就弄歪了 我把它弄回来 这个就是吃和吃啊 这个你知道 哎 这个就吃嘛 就吃了繁体词 看到 这个繁体词告诉我们 吃就是这个契约嘛 就表示你要负责任的 每个人每一顿饭 吃东西是要负责任的 就这个意思啊 我们现在其实是什么 去乞讨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 从负责任变成乞讨了呢 感受就感受了 感受就没感受了 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地掠夺啊 我们贪欲在做出来 我们不断在 我们就为了我们自己的贪欲 为了我们自己眼前的利益 我们去竞争 去掠夺地球的资源 于是我们把这些资源都弄没了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变成奢侈了 比如包括一个好的空气 是一个奢侈的 我不戴口罩是很奢侈的 那些事情 然后我们想买一份安全的食物 都是很奢侈 很多人都不敢去出去 去买吃东西 对不对 这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这个了 我们现在就是这种吃 这种吃的原由是因为 所以我们妄议切了我们的责任 是这个原由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负弃我们的责任 否则的话 我们不关注自己 因为我们这个星球 是我们 有人说我们星球 是从祖先继承下来的 对吧 但是从那一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星球 是从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儿借过来的 既然是借过来的 我们就应该什么 应该好好的去住个人 把它保护一下 要不然我们后代 可能就没有和我们一样成功了 甚至怎么又没有了 所以说给我们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好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有没有问题啊 具体的问题 谢谢大家 回事 老师您刚才说 只有传统农坑法 才是吸收二氧化碳 不明白 为什么传统农坑吸收二氧化碳 实际上是这样 当我用化肥,那些化肥是从石化原料加工过来的,你在生产这些化肥本身就是在排放。 对,所以说那个那个本身那个排放,另外的话,当我对这个土地进行这种化学物质污染的时候,这个土地它所吸收二氧化的能力会下降,甚至会变成复制,会排除二氧化,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还是讲完了,我现在说的这个。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在生产,你必须养活动物,养活动物,动物呼吸都会产生什么的,而且动物的分辨会产生很多甲纹。 对,那是甲纹,甲纹就能排除,动物分辨。 做些事,我们去承认到这个温柔的面子大量等,你也可以在生产生,哪是指导物的生食。 因,生食,就是它说它说因为生食可以保存很多的我们食物里面应该有的一些营养的成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尽量吃生食 我觉得生食是 我是尽量 我们很推许大家尽量 我们能多吃一些生食 但并不是表示说 你是100%的生食 每个人的接受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你根据你自己的接受能力 有些人做的90% 有些人做的50% 哪怕多一点点 都是好的 都对你身体是好的 所以这个我没有严格的规定 实际上因为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些疾病 你吃生食是不合适的 尤其当你身体太弱的时候 那个吃生食就好比 你让那个 往那个很弱的火面上去加冰块 那种就把它弄灭了 就这样 所以说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对 好 当然那个你需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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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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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我很感动 深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对 实际上 对 其实就是一个觉醒嘛 我们现在需要唤醒 如果大家已经醒来的人 去唤醒其他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确实实实 我们现在离最后的那个点还上九年 这九年我们要唤醒这么多人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赶紧 我们要裂面 我们要采取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种互联网的模式 很多的他们在网上去讲 去通过个人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 我能做些什么事情来影响周围的人 就是这个问题 我提一个建议 嗯 好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现在那个 我们政治有保证 其实我觉得你讲得特别好 太大了 你这个文件太大了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政治标签 有那个 服务院的那个 你太大了 就是 如果你要给他们放上 我们许多人放 我们不是一个人发 十个人发 五千个人发 一万个人发 在那个 政治网上 发这个提醒能力 发已经多了 他们会想 对 好 谢谢你 可能这是一个好的事 但是也要 祝你别过过 哈哈 哈哈 真的 不是 就是爱 对 就是你说的那句话 比如说你 我看你给那个人签字 就说了 失速不是故名 爱才能 所以我们发的 政治网贷 不是说 是为了大家 对 是为了大家 是 是为了我们生存 为了五国家 为了五国家 你问你说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节能团保 那个 化理系 在如同虚设 连美国 他都能放弃 那个 我们中国也是 对 对 所以这个是 所以这个是 大家全世界 需要整体 定式的回血 就是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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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现在 你看 这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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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觉得 他这个 他这么说 但是 但是 我们已经开了这个峰会 我相信这个峰会已经影响到他了 所以他才说这些话 所以我觉得很高兴这些峰会真的有用 所以我们会继续开下去 每年会开 如果有机缘 能够请他来我们这个峰会上讲课 那当然好 你们在座了 你们有 有关系 能认识他 或认识 习大台 或认识这个人 我随便说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事情就是 大家一起来 来做 其实那个 就凭你这个名片 不大意 先接见你 他又会跟你在一起 我说的 好好 好好 哪天我去撞门去呢 好 还有吗 好 刚才选我呢 如果回归传统的工作模式的话 您知道那个产量会大幅度下降 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 我们搞的研究就是要 从传统的工作方式吃化水 加农药 大幅度增加产量才养活了这么多 一个观点 如果要回去的话 现在人口已经出了这么多了 怎么办 好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这个回归传统的农药 是必须的 但同时必须伴随着 更多人来吃素 因为我们之所以 我们粮食不够吃 是因为我们把粮食 就喂了动物了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不去喂动物 我们就直接去交换粮食 那么 我们现在产 即使是每亩 产300斤400斤 我们也是够的 我们仅仅是因为 现在都是浪费了 你说我们中国每一年 我们的可耕地面积很少的 我们不够生产足够的饲料 我们每年要进口 两亿吨的饲料 其中有一亿吨是大豆 这些大豆主要是从南美 过来的 所以我们中国每一年 进口地球 66%的大豆 生产出大豆 我们进口过来 我们去喂猪牛积鸭 而这些大豆绝大多 绝大多都是都在南美 而南美 他们为了能够供应出足够的大豆 去焚烧 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 做最大的大豆 产量 还有 就用转低这个 这个东西 一样 一样 你如果我们大家 尽量都吃素 我们不去喂动物的话 我们不需要转积 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 这个密集 都解决了 所以我们大家去吃 最可吃的 也是这个才是根本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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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前提 也是 最难的 其实 对 现在 你看来 是最难的 但是这么说 我们必须假设 这个事可以实现 如果这个事不能实现 我们大家多而晚 现在就是这样 您的观点 非常的 非常的 超前 很多人都想不到 对 其实 也不算观点 是因为 我给大家 都是数据而已 我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我的观点 是数据 是科学家 算出来 细算出来 做做做做出来了 现在你要不要做的问题 就是 其实 也算是个观点 也就变成了我的观点 我的观点 就是 鼓励大家要觉醒 还有 还有 我能够做的问题 对 对 我可以 谢谢 谢谢 我跟您的朋友们 你说 改成 传统 的工作 产生不再下降 那个是 其他事实上是一个 是假的信息 我可以给您两个视频 这两个视频 都是美国 那个杂货式 那个模式 它作为访谈 我可以给您两个视频 可以证明 那个访谈 在美国中西部 那么 从大概90年的开始 它们改做转基因加 努力了加化肥 这样一种 就是这样一种 就是单前的 就是杂货模式 对 所以说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我们能够 一直持续下来 持续了好几代 都到他们从90年的开始 它是破产 就是因为一种的 转基因加 那个 能量加 那个 加化肥 对 所以说 一会儿一会儿 它们能够 对到我们传统的能分以后 实际上产量 会增加 对付到以前的高水平 然后就是说 你认为 就是说 大众认为的低水平 这个 这个视频 可以画给您一会儿 对 对 我也是 我也三观 我也这样 类似跟农场 它们可以达到七八百斤 就是人家做水稻 这个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团队是需要 我们去改进的 实际上 在挪出 咱们很多普遍的 农场 可能是因为 还是不会 还是不会 科学生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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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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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我说想问一下 如果就是 如果我在这边 想问他一部 然后也就是这边 然后他 因为我看到他 对有得了 男生 他明显就是 七百八百 我只能用一分钟的时间 比如说 从电梯从楼上 到楼下 然后再出门 这一个合理的时间 这太好了 这个问题 我也想有这个能力 是啊 是 其实我觉得 我特别感受到你的这种感同身受 就是你的这种责任感 其实我有时候 我就是 我是觉得 甚至我就 我就不去做了 这件事 不是 我应该去做 但是呢 有时候我就集中在这些事情 因为我想讲一刻 我们更多人去听 是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确实 我们一个每个人自己思考 到底如何 这种一分钟 来 来 有这样的人 天心有一个素素老师 他就很厉害 他经常在那个 地铁上 在哪儿去 就去说 地铁就是那个一站 也就是这一两分钟的事情 他就可以把大爷的微信加上 大爷之后 我就可以逆转 哈哈哈 有这样的人 你进到 进到我们的社群里面 进来 他有的素素有多几万 不是那个素素 不是吗 天津的素素 天津的素素 那个 你关 你那个 关注非奥而已 你在后台留言 或者进入我们社群 他现在也在我们社群里 所以说 他就有时候 看他的那个 故事也挺好 下一次可以请他 做二十天竞争挑战的 一个 那个 老师 给大家分析 还有 你也有导演 也有 对 主要是我 我接过你 好 主要是我 我那个 有一个 大概一个多月是说 有空货 是有点多钱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水果啊 蔬菜 味道也要素 或者 快 其实跟几十年 以前是一样的 差别很大 对 所以说我们一样 比如说吃一斤素材 但是你可能先要吃十斤素材 或者吃二斤 因为啥 所以说有可能是零 我看了一些 我看了一些数据 因为数据不一样 有些数据 我看了一些数据 是大概相差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 没有 没有这么 没那么高 但是跟你讲 所以说正是因为这样 我建议 首先大家经常吃 油肌 或者吃这种 这种 它的可能性 它的含量很高 另外一点 至少根据我个人的这种体验 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完全吃 油肌 因为在我美国的时候 有些机会也没有 我吃也没有问题 我已经吃了三十年 所以没有问题 这是我引发一个问题 要不要增加性的那些 要自传的那些 营养补剂的 营养补剂 营养补剂其实对身体 是不好 尽量从食物里获取 你要有钱去买那些补剂 我建议去买有机食物 或者自己去种类 不容易实现 有些人自己 自己比较简易了 对 对 那我知道 有没有坏性 有 就是他们尤其是抗氧化剂 类的补剂 有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这是有数据 所以我不建议人家吃 能不吃 就不吃不进 但是必须是没办法 你必须要吃 好 谢谢 我觉得我们吃西 西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西的动物也都有 但是现在 因为我之所以还没有推荐西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说它是必要的 但是呢 我不想把我们的注意 集中在这些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我觉得现在不好说 但是你如果觉得你缺西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补每天五十杯 很多地方有买的 像虎西 植物西 都有 到处可以买得到 或者你吃富西的那种 富西的土豆 茶 都行 有些地方是富西的 咱们从东北到西南 我们来的大斜线 基本都是富西带 嗯 恩施 恩施 恩施是富西的 很多地方 不光是 我刚去的那个哪儿 一春嘛 一春他们是富西的 基本是条线 很多地方也有散带 不需要接上去 还有吗 好 那有没有 有下一个 好 来我们来 欢迎这个事 我们让博士呢 感谢博士的精彩 大家 谢谢博士 感谢博士的精彩演讲 因为每次 其实刚才 大家看到了 每次博士讲到这个 地球妈妈的时候 她都特别的 觉得激动啊 之前那次的演讲 甚至到肉类啊 实际上 我觉得阿姨说的也特别好 就是但是有一点 其实我希望大家与其 尤其去摆别人 有时候我们自己 有时候你二人做得很好 比如像博士 她吃素二十多年 我本人也 我是三十年了 是吧 28年 像我本人也是两千年吃素 到现在是 也是二十一年 而且我是 我是自己 我是做这个 马拉松啊 铁人三项啊 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成绩啊 什么的也 而且 可以说吗 咱们骑骑什么事 哈哈 我们下边 就今年的下边 我们大概都要有一个素骑行 你们要感兴趣 可以咨询 如果是在社群里 你们咨询你的班长 我们会有一个 将近两千分尾吧 对 将近两千 会有个两千根本里的一个 完全吃低者重塑的骑行 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看看我们吃素的到底行不行 好 好 对 不行啊 你们可以 对 你们如果想参加的 你们可以去这个 咨询一下 你们写费社群的这个班尾呢 那刚才博士说的 那刚才博士说的 你们如果想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博士讲的这个 班长啊 学友也这样的志愿者 去告诉大家怎么吃 然后我们不定期的 举办这个21天的健康挑战 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个 21天也就是一个 我们习惯养成的这个时期内 然后我们去尝试这样的 健康饮食 看看我们身体 有什么样的变法 那其实那今天在座的 就有我们21天 参加了刚刚我们5月9号的这个 母亲节的这个21天 健康挑战的小小伙伴 所以其实我是想 想请一两位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那个Lily 就在队长Lily 其实她的孩子 就参加了这个挑战 要是你先来吧 你先给大家谈一下 她的人子 她的人子 我跟她讲吧 有点神秘感 Lily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就是我是素食主义者 我吃素很多年了 大概得有20年了吧 但是其实也一直吃的是假素 然后家里儿子呢 他一直 他没有吃素 他不太 因为他健身 他接受的是西方 他是在美国上学 接受的是西式的教育 他崇尝的是运动健康 然后要那个蛋白质 起码蛋白质要足够 所以他不是 他是不选择吃素的 是这样的 他是因为在中国上学 然后脸上呢 就起了很多痘 因为可能是内分泌失调 加上休息不太好 可能就是导致脸上起了很多的包 就是脸上涂的 然后吃各种的药 最后好像一种药 我记不太新名字了 很毒的一种药 他想选择吃这种药 在这个时候我主栏 我说你何故尝试一下 这个21天的这种低脂健康素食 说不定会有转变 他没有毅力的小男孩 那他就说那实在也没办法了 他就选择吧 然后就其实我们没有正规的 拆加21天 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也比较熟 就给他拉到了一个群里 他就看大家每天吃什么 然后呢我给他做一点 他自己呢中午已经沙拉了一种 晚上呢也是吃的比较简单 就是基本上吃豆腐 我书股吧 你要这个博士的这个这个理念 其实我们把它解化了 很快啊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脸上就是很多 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他起码就不长了 那现在基本上脸上就 就就就就就就很刺 就就就就好了 所以我说啊 显得有点苍白啊 本来本来想把它叫来 但是他确实比较忙 就竟然没来 所以我想就是这种低脂纯素的理念 还是就是我们作为实践者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再者一个我们也会有困惑啊 博士 我们也会有困惑啊 就是我们吃这个 这个理念对我们来说 还太粗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 他的体质不同 他的需求不同 他的特点不同 男的女的胖的瘦的 血糖高的 血脂高的 血压高的 他每个人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怎么才能真正的啊 就是吃的这个饮食 是适合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还真的很想 很请博士啊 就是在有针对性的情况下 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起码有一个特别简单 和简化的一个东西 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类人 是适合吃什么的啊 我是家庭的主妇 我是孕妻妈妈 可能我们更期盼 是有更精细一点的 更准确一点的 一个指导吧 现在我们刚刚可能还是 虽然理念我们在介绍了 但是我们具体的 在食操的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困惑 包括我们是做素食餐厅的 我们其实很想 把我们真正的核心的 成素食的健康理念 传播给大家 但是我们也会有这个困惑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大家的 口福之遇 大家都好多还是要有 肥水吃的 还是肥水吃的 所以我们很想 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啊 请博士给我们一些指导 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做出 一盒适合我们自己的 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的餐 用最简单的办法 别搞得太复杂 实际上趴着问题 也多出来了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观念在于不吃什么 就是我们太多人 我们也只想 比如说我们想说 我得了糖尿病 我应该有什么样的饮食 高脾胺应该是什么样的饮食 假抗应该是什么样的饮食 实际不一样 实际都是应该是一种饮食 健康饮食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做减法 我们不是做加烦 我们总以为 我们得到这个病 是因为我们缺什么营养造成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这种营养来补充 才能得到这个 才能好 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所有的病 基本都是吃多了 吃错了造成的 我们要做减法 减掉不应该吃了 伤害我们的食物 剩下的都能吃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只有一种饮食 这种饮食 适合于所有的 所有的这种情况 是实际就是这样 就是 当你就是 老子那句话 有时候老说 文学日益为到日损 你就不断去剪 剪掉 剪到最后 损之又损 你就达到了非药而喻 非药而喻就是 就是如违嘛 就是如违的意思 然后就是如违而如不违 那句话就告诉我们 就点到这个 你的这个问题了 我说 如违而如不违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治好 你达到这个境界 这就是我们这个境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直接 就到了最后的那个境界了 所以我们直接 就 你就把 把该剪的 都剪掉 剩的都可以吃 那当然 每个人会需要做一些调整 这调整并不多 但是呢 我是针对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讲座呀 但是 要我说 公众号下面 有各种各样的主题的演讲 有五音主题 有那个糖尿病 有高尿病 都有 你去去看就行 那都是以前的讲座 都在那里 左下方 非要是一个左下角 那公众号下面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专栏 有糖尿病专栏 有 痛风专栏 各种专栏 专栏里面 不同的文章 有理论文章 有逆转的案例 各种各种都有 它是怎么吃的 这里面都有 右下角有各种各样的食物 你都可以去找 你可以找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给大家都已经准备了 都是需要 你去主动去挖 挖掘一下公众号 公众号有很多的信息 但是呢 实际上 就是不必太纠结 刚才讲的也是 就是说 本来就不纠结 就这么点事儿 蔬果豆乳 这么点事儿 你就吃饱了 你就可以 不用再去纠结这件事儿了 你就想别的事儿 不用 我们该去设计 我的东西和其他东西 都行 因为本来吃 不应该占据 我们太多的时间 本来是应该 这么简单的事情 本来 竟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 得不要太羞点 简单说两句 说啥 好 好 反正就是 很多人的思维 还需要改变 不是做加法 而是做简法 而你如果做简法 是通用的 就是因为是简法 所以才是通用的 才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方法 就是这样 加法 你永远是一样一样的 这样 那个就是您弄不弄 好 谢谢 谢谢 好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平时不是 有的时候吃不到 水果或者蔬菜 就很忙的时候 我们能用那个 比如说 就是某种被煎多维素 去煎多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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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说 就是特别忙 所以后来我们出差的时候 偶尔补一下 没问题 可以补吗 可以 对 偶尖 偶尔没事 你不要养成长期的习惯 长期的习惯 真有可能 伤害到你的肝脏 这个可能 偶尔是可以的 还有吗 对 那就是 你可以 找投资机会给你投资 然后你开一部电源 真的 开一部电源 真的开一部电源 对 好 我们 前方十个人 2017年我们做了一次 七星点 去年我又又开了一次 又又开了一个 去年还在 还在编辑之中吧 现在弄 但是 对 对 我也是觉得这个东西也值得弄 哈哈 哈哈 你们谁来投资啊 哈哈 是啊 对 徐国人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说坚持素食以后 还用不用坚持一日三三的那种 你成功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就是说 根据自己饿不饿决定 是不是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我们的身体 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感到饿 我们才吃 你不感到饿 你真的是不应该吃 好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在三三的点上 好 谢谢 我是那么理解啊 因为这样才是最自然 嗯 老师你好 我再请问一下 就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绑坤的那个 就是人工制造出来 绑坤的 酥肉 酥肉我个人认为 对身体是不好的 但是现在很实 那酥肉你怎么看 好 酥肉怎么看 我认为呢 它有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在于什么 在于过度 对于某些人 它是需要这个东西过度的 也就是说 有些人 并不是所有人上来 就能地址重做 但是 所以说我们去 鼓励他们家挑战 二十一天 很多人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种挑战 很多人自己做的话 有时候 有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以前爱吃汉堡 我现在要吃什么东西 他就 他就会抓 抓磅磅一小时 不知道要吃什么 但是你现在有一个素汉堡 对吧 他就可以吃了 所以就是 就是这样 一个过度方便食品 但是长期来讲 确实我 你会发现 就是你如果老吃那些东西 你身体不一定那么健康 但是呢 也长期就是 你会越来越清淡的 我会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 那有什么价值呢 我是一个个特性的 我先来 我先来 我讲的 我的理由 我是不快十年了 然后我刚才看到 我身边的人 告诉我自己 其实在身边 会变得 黄黑黄黑的 哈哈哈哈 是晒太阳和黑吗 晒太阳 你说的黄黑就是 你现在的状态吗 我现在已经黄了很多 不是 我刚转出户的时候 我有半年的时间 基本上 每个星期都在感冒 每次感冒 当地一个月 然后后来 他可能是 那环境改变 跨过那种之后 但是那种黄气 一直都没有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在这个中 都写了 你们有没有看过 吃 你觉得我吃素 之后脸变着黄啊 什么的 有 有写过 就是专重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黄 有些人吃那个胡萝卜素 吃太多了 染的 哈哈哈哈 就是你的 你的餐里 很多的绿色蔬菜啊 胡萝卜 红薯啊 南瓜这些胡萝卜素 含量很高的 它那个东西是脂溶性的 脂溶性存在哪个 我们皮下脂肪 它就在我们皮下脂肪 所以你都染过来 你会发现你手心弄缓 就是如果是真正的 如果是真正的 胡萝卜素染的 但是那个不是坏事 因为那个东西在你的皮肤上 是保护你皮肤的 它是抗氧化剂 所以对你皮肤的长 长期的年轻化是好处 但是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黑瘦 或者说那种 面黄肌瘦 甚至是 那是因为没有吃够 没有吃饱 哈哈哈哈 就是很多人吃 就是吃素 不知道这一点 就是这就是 我见过最多的人没有了 就是他以前吃素 吃一碗饭 吃肉的时候吃一碗饭 现在还是一碗饭 但是热量就不够了 因为这个肉是高尺的 低鲜 素是高鲜低鲜 所以你这个热量不够 你说你还是一碗饭 而且你还是按餐点 你先吃三碗饭的话 你就你的热量就不够了 你说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怎么办 我就跟那天说不饿不吃 饿就吃饱 两餐之间就被吃 你一饿了嘛 饿了就吃 就像我们那样 吃你身体的 不要听你的头脑的 所以你最开始 可以吃午餐都没关系 但是慢慢慢慢吃 你会调整的 因为它你需要很多 因为你必须在吃素之后 你需要增加你食物的体积 才能满足你的热量的需求 因为你热量 本来因为你是肚子的时候 热量力度高嘛 植物低 所以你必须要大体积 但是肚子这么大 所以你只能多餐 所以开始都是这样 所以开始都是这样 吃两千八 两千八 它肯定比我高 因为它的运动量大 所以运动量一大 你的这个你的需求 肯定要跟调 第二的话就是你的 做的是不是好吃 美味的东西一定 你会吃的更多 所以很多很多的 方方面面的因素 但是最健康的因素 就是你去多多练 像肚子 那你看像他这样 而且你要吃肝的 别老喝西的 帮你和母孩做个粽子 你一下就完了 你老是吃这种好消化的 就是越来越来越多 不消化 或者叫难消化的时候 吃肝 变成 柔制饭 对 所以很多 尤其女孩子 很有时候减肥也好 有时候就是不知道 哪里要真的给自己 给吃的燃养不良 一好几瘦 就是这个原因 好 所以说这个真的要注意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 树果豆腐 这个辣椒也吃饱 这点是最重要的 这个也最重要的 这个也最重要的 我刚才说的 你说的一些病 肺炎 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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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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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腸道便血,但是肠道便血是受不出現,是腸道道到了 如果肝疗病又发了脑梗也好,或者其他病发症之后,肠道变血,为什么肠道变血,这叫应激性肺痒,很多重大疾病,包括心肿脑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有应激性肺痒,肠道会发生肺痒, 如果这个时候,肯疗病都会出血,如果不用抗分剂什么的,它这种出血你是看不到的,经常你看到的血液都掉下来,然后时间一长,到最后那种肺变走出来,这个时候已经把人体自动的演员,当你得了更大的疾病,尤其年岁大的,特别容易出现应激性肺痒,一些医生不知道这点,或者说他没有忽略了这点,这点特别重要, 所以你如果,就像什么呢,为什么会肺痒这么说,就因为你的腹胶感神经受到极大的抑制,因为你身上高度紧张的,应对着这种新的状态,你的胶感神经特别的属于那种亢奋状态,所以受到肺痒的抑制,就是你的腹胃系统的功能受到的抑制,所以有时候甚至它就是那种亏扬,就是反正出现肺痒的抑制, 这种亢奋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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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医生有时候也不知道吃肉不好,所以这种亢奋状态很重要, 这种亢奋状态,要不然呢,这个亢奋状态,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多救几个人呢,就是比如他知道这个事,反正就像肺痒,你这个人都多救几个人,就是很简单,你让他吃抗酸剂,就是胃酸的,把那个抑制住,因为那个东西,你本来肺痒,你如果再胃液出来,你再去体质的话,那就把它给,这个给 第1个,那个腻液出来,就是这样,没有缓缓,就是这样,没有缓缓,没有缓缓。 第2个,那个腻液性肺痒,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多人是这样的。 第1个,那个腻液性肺痒。 第3个,那个腻液性肺痒。 第3个,那个腻液性肺痒。 我今天提醒你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在你考上,所有人都得了病之后,那么这个人如果通过吃食物能够把这五病慢慢的去掉,或者让他好感染,我觉得这是人类最大的危险,对吧? 由于现在是癌症,或者是一些硬性性,比如说脑血栓,脑腱疙瘩,蜡蜡疙瘩,这在出了问题之后呢,就是通过眼睛,不把这些病,让他们消毒的,使他的身体能够抢上,让他们发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对不对,在这个时刻,当我们的疾病,当我们的疾病,当我们的疾病,我也有常说,所以我们的疾病,全部支持,一点都不支持,但是有一个确实有的疾病,也挺破坏的,如果身体像,就像同学,或者是外界的疾病,或者是外界的疾病,如果是因为身体像是这样矿,才能够出现这些症状。 Gonna be such a good morning. Christmas is so the complete school. 天下的虚拳变得到,我发现了一个疾病。 我特别渴望能够出现一种东西,就通过吃着这种东西,能够把你身体的内容全部都回你改变。 你都现在的脑子都都能消失,而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出来了,你家的流 Heritage 。 现在那种本体现在已经出来了,我也是在用,我也没有。 十八年以后人的皮肤在慢慢的面白 这个但是这是属于一种食品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在这个环境说这个 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们现在试验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其他的 对癌的也好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植物基的 基于植物的都可以 解释主要不随满这个人想吃都可以吃的 所以我不反对你要想吃点植物蛋白粉 或者吃您说的这种 只要属于这种 那有人说吃159 169 179 都一样都是植物的就是行 那都能够拿的都可以吃的 没关系 最简单的就是中国喝 我中国喝的这个 把内环境全部都收拔干净 这样的话是你必须来见的 反正我觉得有希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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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标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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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违反这个 都行 都可以 还有问题 非常感到 有标语区 我们这边的 也是有标语区 那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